我早上化了个妆 因为我东东他就好喜欢我化妆 喜欢我打扮漂亮一点 我要是化了妆他会说 妈妈你好漂亮 东西都准备好了 走吧 东东去世之后 露露和鱼哥就去了上海 连做两次取卵手术 希望尽快通过试管婴儿 再生一个孩子 胚胎植入之前 夫妻俩特地去看望东东 有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 他们想和儿子说 妈妈来看你啊 妈妈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奥利奥 妈妈给你带了书 你都两年纪的知道吗 这个是妈妈特意给你买的棉袄 不知道会不会来 她特意给你买的 妈妈给你买的很大 怕你长得快 有一次爸爸经过你以前的那个幼儿园 爸爸真的好难受 有一次去超市 突然从超市门口经过 有一个小朋友在叫他爸爸 那个声音跟你一模一样 爸爸都 车都不会开 以前你不是说吗 再生个小妹妹 是不是 现在爸爸妈妈 都上去给医生看 妈妈爸爸想把你再接回来 顺便再带个小妹妹回来 不知道你还要不要做妈妈的儿子 我真的不怕 爸爸妈妈 那么快 但那真的不怕 他不怕 他不怕 我对他 你都不怕 你怕��疼 他不怕 你怕他 就会 她得罪 了 丧子之痛需要多长的时间 才能缓解 没有人知道 玉大哥难受的时候 会去海边跑跑山路 希望速度可以将痛苦 离病带走 这世界很酷